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是李孟昕 这个讲次我们谈到创新的学习工具 混成学习如何有效的运较 随着时空的演变 我想在员工的培训方面 教学的工具层次不穷 因此也让我们思考到 以传统的方式 所谓讲师跟学员 一个听讲 一个讲授的方式 它已经慢慢的随着时空 环境的演变 开始多元化 因此所谓的 分组讨论 双向沟通 模拟示范 等等的教育方式 也都慢慢被印进来 那尤其最近几年来 由于资讯科技的发展 因此数位学习的方式 常被很多企业所运用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随着时空环境的演变 混层学习的方式 已经慢慢的广被企业界所接受 但是在谈混层学习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先有所提论 因为它可能必须借用 IT 化的教学工具 穿插在整个学习的过程 因此参与的学员 除了讲师跟学员之间的互动之外 可能还要连接到 所谓配合IT工具的操作 因此在这样的过程 也让我们体会到 本来只有你我的互动关系 现在加上一个电脑数位的工具 变成你我他 那因此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怎么把你我他之间的联动关系 串得很好 那可能是一个数位学习 很重要的成功关节 否则的话 多了一样学习的工具 反而造成我们学习聚焦的迷失 那可能就得不长失 因此首先我们来谈谈说 那分层学习 它基本构成的要件 可能它必须从两个购面去思考 那第一个购面 当然我们除了实体的学习之外 可能还要加上所谓数位工具的学习 因此这两者之间 如何有效的衔接 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住的 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提供的教材 它除了一般传统的教材之外 可能还有数位工具 以及相关的补充教材 因此要把学习的方式 跟教材的运用有效的连结起来 可能就成为我们 困层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我们传统的概念里面 大家总是会想到说 那学习的目的 不外增加我们的知识 专业的技术 甚至衍生到 让我们整个思考的智慧 或是执行的能力 能够不断的提升 那因此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分层学习它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让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 透过数位工具的运用 真正让我们感受 所谓真的体验学习的价值 因此谈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说 国外针对培训的机构 他们曾经对于各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所产生的效果 有了一个统计的比较 比方说一般所谓传统教材的提供 或者是透过视讯的媒体 或者是做示范表演 以及衍生到分组讨论 甚至workshop等等 那最近更引进所谓的 模拟实境的学习方式 其实谈到模拟实境 它就是在一个体验的过程 让我们去真正感受到 企业的运作 如何跟实际的状况去连结 因此有人把它比喻成说 模拟实境的学习方式 好比是军中的所谓上班推演 它必须把整个状况充分的了解之后 还要从模拟的过程衍生到 转化成我们实际的运作 要如何活选活用 而这样的概念呢 也提供给我们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如何将所要学习的目的 透过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 以及所谓学习工具的应用 那接下来 要把人员的角色跟学习的工具 连结起来之后 最后做成决策 因此 它就是代表一个 个案的讨论之外 可能它就是一个活的个案 因为它能针对参与者 在整个模拟实际的过程 当做完决策之后 马上告诉我们 绩效的好坏 决策的成败 所以从绩效的好坏 决策的成败 马上可以从这里面 进一步的去做解析 告诉我们 当我下一步要改进缺失 但是 我应该从哪个方面注释 因此 在谈今后的整个学习趋势 模拟赛局 这样的一个工具应用 它是混成学习里面 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方法